时间过得真快 嗖的一声就来到1月份了 2023年的笔记本市场活跃的特别糟 刚过完元旦 Intel NVIDIA纷纷公布了移动端的新产品 没有任何意外 Intel如月发布了第13代移动端酷睿处理器 由于现在时间还早 首发的只有聊聊几台新品 而且显卡都是入门款的30系显卡 新显卡还得再等一段时间才会上市 当然了 我们拿到新品后也会第一时间进行评测 各位如果想知道新配置的具体变化 实际性能 以及值不值得入手可以持续关注我们 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角是这台13代酷睿的新品 神舟战神Z7-RA9 笔巴的第一台13代酷睿笔记本是神舟啊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神舟发行品的速度居然这么快了 不知道它的实测表现如何呢 13代处理器的性能有没有提升呢 我们来一起揭晓答案吧 照例先来看一下这台电脑的配置 CPU是最新的13代酷睿处理器i9-13900H 六大核八小核 一共20线程 显卡是NVIDIA的RTX3050 显存4GB 内存有两根8GB的三星主持人双通道 频率低压4200MHz 固态硬盘是512GB的三星PM9A1 PCIe 4.0x4速率 屏幕是一块15.6英寸1080P分辨率165Hz刷新率的IPS面板 标称色域100%sRGB 这台电脑目前京东的参考售价是5999元 OK 先看我们今天的重头戏 我们上手的这台神舟Z7R-A9用的是蓝天V15X模具 这其实并不是新模具 在官网上可以查到它在12代机型上也有使用 主要搭载的显卡是RTX3050、3050Ti以及3060 去年这个系列主要是i5、i7的产品居多 这次上来就直接搭载了一颗i9处理器 真的是有点受宠若惊啊 规格方面 i9-13900H的代号是RaptLake 依旧是10nm制程 BGA封装属于RaptLake H45系列 缓存部分 台式机新上的大缓存策略似乎在H45系列产品里并没有加入 二级缓存仍然是熟悉的6×1.25加上2×2的组合 三级缓存也是24M 这点跟前代同系列型号是一样的 规格方面 6个性能核心加上8个能效核心一共20线程 一模一样 频率部分新工艺还是带来了一定的频率提升的 大核单核锐频为5.4GHz 全核锐频4.9GHz 小核分别是4.1GHz和3.9GHz 对比12代因为工艺进步频率也更快了 内存控制器方面 新的H45系列保留了DDR4内存的支持 同时DDR5的频率从4800提升到了5200 算是常规的升级吧 这么多变化里 性能部分应该是我们玩家们最关心的 对此我们通过一些跑分来看一下它的实际性能表现 Citybench R20多核心循环 i9-13900H在神舟Z7 R19上的最高分数跑到了7581分 随后轮此因为撞墙导致成绩下滑 最终稳定在7274分 观察跑分中的功耗可以看出 CPU功耗先是跑到了100W附近 随后撞到温度墙后下滑 最终稳定在90W左右 可以看出这颗H45的i9-13900H 对于机器的散热要求并不低 为了更好跟前代产品对比 我们对它进行了功耗控制测试 对比分别选用的是上一代的i9-12900H 和AMD的R9-6900HX 先来看Citybench 在同样是90W的功耗下 i9-13900H的R20多线程可以跑到7267分 比上一代提高了615分 这个成绩相比上一代在115W功耗下还要更高 远超过R9-6900HX 降低到45W功耗时 13代相比12代依旧有类似幅度的进步 低功耗下的性能表象要高于R9-6900HX Citybench R23同样也是类似的情况 在90W的功耗下 i9-13900H跑到了18938分 高于同功耗下的i9-12900H和R9-6900HX 降低到45W和65W时 13代i9依旧能保持一定幅度的领先 轮到7zip解压缩测试 由于我们选取对比的i9-12900H采用的是DD25内存 而这台神轴的内存是DDR4 内存性能上会稍微弱一些 因此在压缩成绩上会受到一定影响 相信如果采用DD25内存的话能跑得更高 最后X265边解码测试 13900H比12900H有一定的提升 45W功耗下 两颗i9的成绩会略微低于R9-6900HX 到了65W后 13900H才开始反超 90W下 13900H的表现要略高于6900HX 单核方面 13代酷睿这边的频率提升确实有效 Cinebench R20单线程 i9-13900H跑到了802分 比上一代的i9-12900H提升了接近100分 远高于6900HX R243单线程也跑到了2089分 也是大幅领先于对手的旗舰型号 OK 看完了性能部分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它毕竟还是6大核加8小核 变化小是意料之中的 能耗比方面 i9-13900H相比于12代有进步 对于一些功耗较低的机型来说 新处理器的升级可以带来一定的性能提升 至于单核方面 提频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移动的H45处理器的R20单核成绩 已经突破了800分大关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 新的HX55处理器频率提升幅度更大 单核成绩的表现应该会更强 好了 既然跑分结束了 接下来咱就轮到实际的游戏性能部分了吧 但是很可惜 这台电脑并不适合进行游戏对比测试 原因很简单 这台电脑的其他方面制约了CPU的发挥 就比如内存采用的是DDR4 不支持独显之连 会导致诸如CSGO、DOTA2之类的游戏帧数偏低 而且这款电脑所有的接口都是核显输出的 所以说即便是外接屏幕也无法做到独显之连 再加上RTX3050的性能也不够让CPU成为瓶颈嘛 所以说游戏测试 我们得等到RTX40解析卡实装后再进行了 这里我们还是运行的一些游戏和跑分 共有需要的观众做简单参考 至于生产力套件部分 i9在这方面的表现总体还不错 即便是只搭载了3050 PR也是跑到了926分的 对于一些手头预算不足的用户来说 这台电脑应付一些简单的视频也没多大问题 OK 研究完了性能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台电脑的其他方面 外观嘛 依旧是浓浓的蓝天风格 A面有定制的战神logo 表面做了凹凸线条的处理 两边有蓝色的装饰条 机器支持单手开盒 屏幕上方是摄像头 下方是经典的神轴品牌logo 屏幕面板来自LG 15.6英寸1080P分辨率 刷新率165Hz 是非常标准的入门级游戏本屏幕 色准平均调它以1.38 最大亮度357nit 响应时间也是普普通通的水准 键盘 标准的蓝天游戏本键盘 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方向键是全高的 这一点要给出好评 初空买的面积不小 手感还是老样子 普普通通 接口方面 左侧是一个USB3.0 5G的A口 一个USB2.0 一个耳机加上麦克风的接口 右侧是一个RG45网口 一个USB3.1 10G的A口 后方有HDMI加上迷你DP视频输出接口 和一个USB3.1 10G的C口 接口总体来说不多 勉强够用 机身厚度24.8-26.7毫米 重量2.04千克 在游戏本中处于比较轻的水平 适配器541克 公寓150W 这个得记住 等下要烤 看完了外观 我们接下来拆开看看内部 神舟Z7-RE9的拆解并不复杂 拧下底面的全部螺丝即可取下后盖 最下方是电池 容量是41Wh TCMark10的现代办公续号市场是4小时52分钟 感觉在这个容量下能够跑到5小时左右 续号表现相比上一代有进步 当然了 目前还不能下结论 需要更多机型来验证 这次神舟在5999元的游戏本上 也采用了三星的内存和固态硬盘 真不容易 硬盘在网卡的上方 型号是三星的PM9A1 是典型的高端PCIe 4.0固态硬盘 容量512GB 实测跑分看图 另一单预留了Theta机械硬盘位和排线 可以自行加装机械硬盘 内存为两根8GB组成双通道 型号是三星的DDR4-3200MHz 双面颗粒 实测AIDA64跑分看图 双三星能在这看到是很少见的了 希望神舟能够保持下去 最上方是散热模组 神舟Z7的散热由5热管加上双风扇组成 同款部分并没有做黑化处理 保留了原本的纯铜色 CPU显卡供电以及显存部分有铜片覆盖 我们通过实测来看一下它的具体散热表现 室温控制在25摄氏度 风扇转速设置成自动 单烤FPU i9-13900H稳定在81W 98度 大核3.9GHz 小核3.1GHz 单烤显卡 RTX3050稳定在91.7W 78.5度 频率1927MHz 双烤 CPU25W 71度 频率2.0加上1.6GHz 显卡92W 84.1度 频率1912MHz 表明温度方面 最高温出现在了字母H键 45.4度 热源主要集中在键盘中心区域 面积不算大 噪音方面 环境噪音为33.6分贝时 烤机噪音为50.7分贝 切换到强冷模式后 噪音提高到了53.1分贝 游戏本的正常表现 可以看到 虽然核心只有25加90W的功耗 但是系统的总功耗已经顶到150W了 适配器通过外置功率仪 也读到了152W的功耗 相当于这个150W的适配器 限制了这台机器的双烤表现 考虑到CPU的温度还有一定的余量 如果换成180W或者更高功率的电源 那这台电脑的双烤表现可能还会更进一步提高 好的 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 相信各位对于这台全新的13代酷睿处理器的 神舟战神Z7-R19也有一定的了解 按照惯例 这次总结三条一缺点供各位参考 身为首批大载13辆酷睿的笔记本 神舟Z7的150W适配器 对于i9加上满功耗的3050来说不太够用 不过 它的屏幕外摄 扩展性能方面的素质都算正常 它们还有一款神舟战神Z7-R15 配备了最新的i5-13500H处理器 售价4999元 内裁电脑的配置价格就合理多了 13代酷睿比友商12代配的3050都要便宜了 竞争力比R19更高一档 至于今天测试的i9处理器方面 13代酷睿尤其是H45系列 从目前得到的数据来看有一定提升 但是基本上算是挤牙膏 能耗比性能都是小度增强 考虑掉新的40系显卡产品即将上市 重头戏HX55处理器也会随之到来 如果你有很高的预算 对大型游戏有需求 那我推荐你等一等 最近我们也会对新产品持续关注的 只要一上市 我们拿到机器后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测评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给我们来个素质三连真实一下 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笔八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这里买本性得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笔八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